今天我们要学习汉语拼音中的另外三个单韵母 依、污、迂 下面呢,我们来学习依 发依这个音的时候,嘴巴是扁扁的 来,跟着老师一起读 扁扁的 很好,来,让我们用一句歌谣来记住这个单韵母 娃娃穿衣 我们来练习一下 一的四声 诶,小老虎,你知道在给一加声调符号的时候,上面的点要不要去掉呢? 呃,要去掉 嗯,你真聪明 小朋友要记住哦,小朋友要记住哦,在给一加声调符号的时候,上面的点要记得去掉哦 上面的点要去掉 好,对了,对了,对了 来,跟着我读 第一声,第一声,第二声,第二声 第三声 嗯,嗯,尹,以 第四声,嗯,呃,以 嗯,读得真好 下面让我们来听一首儿歌 过新年 穿新衣 好 我们来学习另外一个单语母 乌 发乌这个音的时候 嘴巴要合拢 中间只留一个小圆孔 就像这样 乌 嘴巴要合拢 中间只留一个小圆孔 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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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很好 我们用一句歌谣来记住这个单语母 一只乌鸦 乌 乌 乌 一只乌鸦 乌 乌 来 我们来练习一下乌的四声 第一声 第一声 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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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第二声 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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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第二声 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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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只有每一都是一只有缠 我们来听一首有趣的绕口令 《小杜去打醋》 割下醋 上前去追鹰和兔 飞了鹰 跑了兔 洒了醋 湿了布 下面我们来学习另外一个单语母 发员这个音的时候 嘴巴要像吹口哨一样 是一个小小的圆形 就像这样 像这样吹口哨 好的 让我们用一句歌谣来记住这个单语母 嗯 一条小鱼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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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条小鱼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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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来练习一下鱼的四声 鱼 第一声 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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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玉 玉 很好 下面让我们一起来听一首儿歌 《小猫钓鱼》 我的好妈妈 今天我们学习了另外三个单语母 一 污 玉 小朋友 记得回去要好好练习哦 小朋友再见